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可以作为今天港股的依据 欧洲方面来说 平均市房大约跌到0.6%左右 今早在未开市之前来说 导致期货曾经的轻微升了一点 但是港股一开始的时间 曾经升了一点的时间 突然急错回差不多是100点的跌幅 但是现在来说又升了百多点 所以一来一回来说 今天早上波幅的恒指 有成差不多接近三八点左右 在政策方面来说 昨天大家都知道看到 中国宣布了一个叫三孩的政策 所以昨天来说 很多的比如说教育股 这些小孩的用品股 牛股、奶粉股这些 昨天来说都起了一阵升势 今天个别的股份 都有持续上升 但是今天来说比较触目的 就是那只美团3690 美团3690其实你看到 昨天早上的时间 就已经有很多大行 分别出了将它的downgrade 和将它的目标价下调的 但是来说昨天就一支羊竹升了上来 今天继续第二支羊竹就继续升上来了 所以你看到其实大活 所谓的downgrade 或者所谓的那个 将目标价向下调 其实是没有影响到美团的股价走势 反而就越升越有的 所以今天领导一大众的A股来说 无论比亚迪、1211甚至乎是阿里巴巴、9988 京东、9618、腾讯 这几只大龙酬全部都一起上升 在6月份的开局的时间来说 似乎一开局那个市况是承继着5月份的那个升势 逐渐来说 漫步一直向着7月份的进发 所以我只觉得在5月初的时间 我们所谓的就是 5不穷、6不绝、7月见彩虹 很大机会是应验得到的 但6月份有没有机会是低位闹货呢? 我相信呢 现时来说 你说要落回去5月份的低位呢 我相信就没有机会了 因为那里去回5月份的低位呢 足足可能要落回1500点才有机会 所以我自己觉得呢 6月份的其量呢 只能够你希望它横行的时间 譬如下回1、200点 这样可能靠低买入货的 深度一点的调整 我觉得的机会绝对不大了 所以望大家希望好好利用 未来来说万一美股这个礼拜 譬如有调整的时间呢 可能一开始呢 可能影响港股 有点滑落不出奇的 但是呢 大的幅度 我只觉得机会不会那么大 所以未来6月份来说呢 一直踏入到这个6月尾的时间呢 我觉得都是不断是向高走 那么希望它会下回一点 就形成一个呢 叫做拉锯息上升的那个格格 那么去到7月份的时间来说呢 大家就会见到彩虹了 那么今天为大家报道到现在这么多 先多谢